第四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不错 你们那边人怎么了 太吵 对不起 对不起 先去那边 陪茶有吗 我们去那边做 你们要陪茶 你们这是怎么店 我们要陪茶 你们这是怎么店 我们这边是吃寡净 先生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因为新开店 所以我们这个门 可能稍微有点快 不要生气 先生 先生 我们请您喝杯咖啡 要啤酒吗 我喝酒 我喝酒 没有 我们 先生 先生 您这个时候心情不适合 你来 你来 你居然不休息一步好 你们在门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不常 我不休息 我来干嘛的 我来买衣服的 我有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有的是钱 我觉得 我够了钱 那我们往里面走 往里面走 往里面看一看 走起 说不定你的心情会变好 因为这家店 其实是蛮成都风 成都风 我觉得这双鞋非常适合你 适合我 又我看过您的 对 又我看过您的一个MV 您的MV 我还会跳 你看 是不是 我对您有了解 所以不如您上脚试一下 我觉得挺适合的 而且你穿上它就可以跳女皇 真的吗 真的 那我要一个 刀小浅这个 五千 两千九百八 你是对我有意见是吧 因为我觉得你穿上它 它会伸直 伸直 会伸直 好会讲话 好会讲话 好吧 好 抱起来 好 我们再往里面看看 先生 往上面请 二楼 上面有什么 上面有非常适合您的 价值的东西 好好笑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客人 就 不会吧 这么浮夸 我看一下 其实配饰我觉得你也可以选择一下 比如说这种胸针 这个我会不会想到我 不会 撞一点 你要再撞一点吗 我想撞一点 让女生看到我觉得我很装 那我还有一个衣服可以给你推荐 我有 我觉得我们先往下面看看 再 但是如果想要身材更好 我给你推荐一个显得您更壮的衣服 来 我们往这边看 这一件大雕 左山雕 这个大雕我喜欢 你喜欢吗 我喜欢 非常对味 这个特别像那个谁 那个 那个谁 那个老九门的那个 那个谁 那个佛爷 那个穿了一个大雕 是 不是吗 这个 他们怎么样 还演呢 还演呢 没演过 浮夸的演技 我觉得那个佛爷跟你长得也很像 像吗 非常像 对 对 穿上的 我觉得您明天穿上的 这有点短 我觉得这样可以凸显您的身材 而且显得非常壮 显得我手长是吗 可以 可以 有女朋友了 对 那我要这个大雕 好 我穿着 好 没问题 那我帮你拿水 客气送点 您穿上这个大皮草 加上刚刚还买了一个 高跟鞋 来了 高跟鞋 我女朋友咋我了 好 我一穿上大雕 女朋友都咋我了 行不行 这真太适合您了 像不像那个谁 谁 谁 张大佛爷 笑 简直太帅 太帅了 完成 这个衣服上就写了您的名字 完成 快点 我女朋友再等我 来了 来 先生 先生 门开了 你可以走 喜欢 好